東銘銀行將自由車隊在兩個私人戶口內 集資的140萬元捐款 上交法庭並且凍結帳戶 龐希倫報導 多倫多東銘銀行TD的發言人今日表示 TD已凍結兩個分別傳入100萬元及40萬元的私人帳戶 並申請將資金上交法庭 希望可以按照捐贈者意願管理和分配 或者退還給以申請退款 但TD無法確定權限的捐款者 自由車隊在GoFundMe上集資籌款超過1000萬元 但在GoFundMe停止籌款 退還資金前有100萬元已被傳入私人帳戶 另外40萬元是自由車隊直接獲得的捐款 自由車隊的律師表示 計劃爭取收回籌集的資金 並通過影片宣傳加密貨幣籌款活動 已避開中央金融機構 目前加密貨幣的方式已籌款賭近100萬元